Ryo聊世紀 天天吳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大戰體能 這場比賽是石灰岩地形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戰爭 開局就28村 印度斯坦人他的特色先來介紹一下 印度斯坦的特色是他有帝王駱駝的升級 而且駱駝的攻擊速度特別快 他是比較適合走騎兵路線 這個有大洛馬 三攻三防 全部都有 他的步兵路線是比較弱一點的 只有二級步兵鎧甲 而且沒有大槍兵 強奴部分也是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可以考慮使用重裝馬功 雖然沒有安心的戰術 但是正常的三攻三法和拇指環的重要科技都是有的 印度斯坦人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還是印度火衝 陪讓火槍兵射程高達9點 他的銀貫技術可以讓大甘道 獲取自己的黃金收入更多一些 最近印度斯坦人的關鍵兵種 全部都是吃黃金的 並沒有這個垃圾兵的選項 除了這個大洛馬以外 或是這個戰毛兵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 這邊是選擇了敗戰艇 敗戰艇人特色呢 是他的駱駝兵戰毛兵 價格都是減25% 所以他很適合走這個垃圾兵路線 配上駱駝的防守反擊 雖然他是有遊俠的文明 但是他的遊俠比較弱一點 是沒有三級攻也沒有品種 就用起來是非常便扭的 那後期呢 拜登帝也是可以考慮走這個 馬攻路線或是強弩都是比較適合的 雖然馬攻一樣 跟印度斯坦沒有安全戰術 但是正常的三攻三防都有 後期呢可以用大量槍兵做為前排阻力 去擋住對方駱駝或是騎士進攻 都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那他的寶兵呢 拜登帝勝騎兵後期 他有這個對於駱駝 額外傷害的這個騎兵傷害的加成 所以打駱駝文明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使用自己的 拜登帝勝騎兵 作為這個前排阻力 但是這個單位 非常耗費黃金 不管是精銳的升級啊 或是要點下後期的科技 或是造價來說 拜登帝勝騎兵都是一個 非常大傻幣的選項 那拜登帝人呢 他的修道運 科技是全滿的 所以他也很適合打這個深履戰 OK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世代是怎麼開局 那這邊封建世代開局 YO是選擇了四隻弓兵開 HERA這邊是選擇了槍矛 策略的防守策略 結果YO是槍矛有這個折扣文明的優勢 結果是變成HERA 變成槍矛怪 那沒意外的話 前期封建世代應該也是小打小鬧 不會有太多的特殊打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城堡世代怎麼打 這邊已經升到城堡世代 並沒有買賣流 而是正常的挖上去支援 石頭還有200 那通常不賣石頭的話 就是城堡世代要插寶 不然接下來蓋TC了 這裡要小心 可能會被打破嗎 應該還好 至少蓋到一半 好 最後毛兵搜掉落單的毛兵 這一波攔截 HERA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YO這邊點下了城堡世代 兩邊時代差距大約30秒 結果自己現在時代落後 垃圾兵數量也是輸給對手 現在毛兵兩邊互丟 看起來YO是要輸光了 這個毛兵死傷慘重 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二級射也補下了 二級射補下之後 印度斯坦這邊應該是要走公兵路線 要走馬公嗎 還是要走奴兵呢 還是要走戰毛兵 我覺得戰毛兵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點 現在出了有點多戰毛 結果YO也是出戰毛 但是如果印度斯坦也走戰毛的話 那就很尷尬 人家有折扣 但你沒有 但如果你走馬公 或是走奴兵 也是被戰毛投爛 所以這個二級射的投資 有點看不太懂 可能是想要先讓前期的這一坨 自然毛兵 更有 更有影響力一點 也註定 所以 HERA這一波 並不是真的想要走公兵路線 好 這一波戰毛 確實也讓YO覺得很困惑 你的毛兵怎麼有二級射 怪怪的 OK 提示過來 要施工這一坨毛兵的 毛兵一個回頭 然後換掉更多的戰毛兵 OKYO還是投資了一個戰毛升級 好 HERA果不其卵 直接開啟了3TC的策略 3TC策略補下 YO這邊也是一個3TC 雙方都是一個 雙TC開農策略 前期的打鬥 可能就是小打小鬧 進行狠的騷擾 並不會有大規模的打鬥 HERA這邊可以考慮 3TC蘇帝王 或是在補一個 第四個城鎮中心 補在前面這個位置 讓自己的挖精更舒服一點 好 現在這個區域 暫時被 騷擾住 我們這個騎士 沒有辦法阻止 因為剛剛 僧侶招牆掉了一隻戰毛兵的關係 雖然這兩隻騎士可以一直砍 不然就被砍進來了 這個被砍進來應該還好 後面有一個城堡 好 修道院沒有 我們繼續補生旅 補生旅要小心 不要被戰毛給投死 好 投的是打村民 投生旅 好 生旅要遭想要危險 嗚呦 急死之後進去 HERA這邊在調皮啊 好 會死喔會死喔 這個不能開玩笑 好 先到後面 轉出來 三隻順利的砍死了一隻村民 後面還有一隻毛兵 這邊盧曉 二級的步兵鎧甲升級好 古拉姆準備出場了 好 古拉姆數量異多 打騎士 打工兵都是ok的 但是他基本上 跟老鷹單位一樣 都是沒有近戰防御力的 而且他最殘是 也只有二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古拉姆這個單位 最後的防御力 就是0加2 打工兵非常薄弱 但他的優點 打工兵單位 會有串燒效果 所以一次攻擊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 這種感覺 非常有用 欸 這個怎麼突然 頂住了 呵呵呵 好 三下戳死一隻 戰毛兵 相當有用 好 但古拉姆基 天生基西攻擊力 也有9點傷害 比騎士來說 差了一點傷害而已 他騎士本身有 自帶2點的自戰防御力 所以體質來說 還是騎士比較優勢 古拉姆想要打贏騎士 數量還是先 拉起來才行 就跟一般 南美文明一樣 老英多 還是能打贏騎士 老英多 也是他的一個 數量優勢 古拉姆也是這個問題 但古拉姆的問題 是他只能用城堡 南美文明還可以用這個 軍銀去增加自己的產 古拉姆就有這個城堡的限制在 反正的話是稍微差了一些 好 這邊時間已經鎖 鎖掉了一些 兩隻勝旅倒下 好 外偶點下了勝旅特技 去附古拉姆的話 拜登廷人 可以考慮使用自己的寶兵單位 拜登廷聖騎兵 拜登廷聖騎兵對於步兵傷害 增傷非常多 所以趕快蓋出一棟城堡 好 迴轉一下 拜登廷聖騎兵 反之古拉姆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Ara這邊食物有點爆炸 但是他也沒有打算把食物給賣掉 因為是沒四級嘛 所以不賣 因為他這裡賣一賣 就可以升帝王時代了 那現在YO帝王時代也升級上去 Ara這邊算是小食物嗎 賣了515 換了343塊黃金 OK 那現在情況下是對於YO來說是比較有利一點的 跟待會班安提聖騎兵一出關 這些古拉姆也是要被迫轉型喔 待會即時 Hera出印度斯坦的駱駝 遇到班安提聖騎兵 也是不是那麼的好打 所以班安提聖騎兵要克制住的話 可能要用大量的槍兵 但是槍兵也不是那麼的多 現在也沒有大槍兵可以用 不然就只能轉出印度火衝喔 印度火衝配上一些大羅馬 或是配一下帝王路途 是一個不錯的後期策略 這就是印度斯坦為什麼會有銀貫 大幹道這個科技喔 因為他的關鍵的單位都是需要黃金的 所以這算是印度斯坦的一個小小缺點 那本身來說 我是覺得印度斯坦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就只有僧侶部分喔 沒有這個賭罪思想 我覺得印度斯坦算是 對我來說還是心目中的T1 T1文明 還是有點偏強 因為他前期省下來的村民的肉量 他村民是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省下非常多肉 中後期要轉種兵用 潘科技喔 都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好 HERA這邊是果然轉出了輕騎兵跟駱駝三弓 YO這邊是點下了二級馬鎧 三級的馬鎧 還沒有點下 欸這裡怎麼有豬排啊 吃豬排吃到一半 好 輕騎兵直接砍死僧侶 這些輕騎兵做到了一些事情 好 這個輕騎兵過來順便偵查一下 好 裡面果然 是轉出來八燈提升騎兵 那現在八燈提升騎兵已經點下了跟蹤技術 但是還沒有品種 那八燈提升騎兵 跑速好像是慢了一點 看到1.6 跑速來說 天真跑速還是慢了一些 OK 那現在YO要搶班吧 看可不可以點出後勤科技喔 後勤科技在八燈提的團戰來說裡面 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科技喔 一有這個科技 八燈提升騎兵的傷害者 就會非常可怕 好 YO並沒有打算先點後勤 金瑞也沒有補下 現在是點出了一個公費制度 要讓自己的買賣的價格更好一點 好 三根城堡 三柱箱 已經準備插好了 四柱箱 不好意思 好 上面好一柱 四柱箱已經準備好了 好 那現在 HERA13跟城堡 防守了自己的領敵 兩邊都在開始布局自己的防守地點 好 HERA這邊 火槍兵果然轉出來了 駱駝配火槍 這是打八燈提升騎兵 比較好的一個組合方式喔 欸 結果YO是先點金瑞 看一下 對 他是先點金瑞喔 先點金瑞的好處呢 是打負兵傷害會再更痛一點 血量體質是重合性的增加 所以先點金瑞也算是有他的道理戰 最近打古拉姆 傷害還是更重要一些 好 但古拉姆跑得有點快阿 怎麼太到 好 金瑞升級好了 哇靠 好痛 這都是幾刀阿 三刀砍死一隻古拉姆是不是 哇 這個傷害好拒 好痛好痛 古拉姆跑得真是有點快阿 他跑速居然好像1.26 OK 最近古拉姆只能送光了 好 駱駝急急趕到 帝王駱駝又準備好了 兩邊直接進入一個大後期的決戰 好 現在後勤科技也補了 帝王駱數值全滿 全滿機體的帝王駱駝 攻擊力14點 血量150低 正面決戰來說 我覺得帝王駱這邊還缺乏了一個後排的輸出射程 帝王駱這邊可以選擇 考慮走強弩 馬弓 戰矛 都是一個可以的策略 那一包對出火槍 我是覺得不要 火槍的話是因為對方有射程優勢 現在射程已經來到了9點 我還有的火槍並沒有太多優勢 而且現在帝王駱駱駛價格很貴 先掌個戰毛兵 擋下對方的火槍 我覺得算是可以的 好 但帝王駱駱直接正面一砍 可以看899千岐冰 これで往向帝王駱駱的血量 你看擋得非常的厲害 899千岐冰太猛了 我的天 這就是後勤的威力 899千岐冰 很無敵 基本上想擋誰就擋誰 899千岐冰比較害怕的單位都還是遠程當位 火槍強穩馬功 都是伴蘭廷聖騎兵的比較害怕的東西 還有這個僧侶 帝王駱駝多打不太贏 有全滿科技的伴蘭廷聖騎兵 後行科技跟精銳真的很關鍵 ok 現在這一波打完之後 Hera應該意識到了 用帝王駱駝是沒有辦法處理掉這一波的伴蘭廷聖騎兵 好 加上這個城堡 現在YO已經先攻了 獲得了一個優勢 好 現在有火炮了 火炮趕快出來 反之一下巨頭 Hera這邊是三級馬駭 可以研發下去了 YO三級弓兵甲也提升了 現在兩邊是處於一個對職的狀況 兩邊機器都是130吋 人口也是快要高達200 但是YO陣靈配兵稍微弱了一些 現在還沒有強力的後排 所以正面還是要靠班子士騎兵當作主力 好 這裡火炮直接炸掉了 欸 用巨頭炸掉了 不是用火炮喔 好 把你聖騎兵直接開打了起來 看一下這一波 後面的巨頭機 後右邊的火炮 開始攻擊後方巨頭機 前面的帝王駱駝 加上火箱 能力擋住班人聖騎兵 但是班人聖騎兵的後勤科技 擴散傷害效果實在太猛了 後面的火箱雖然輸出很高 但是由於火箱的射擊 有這個間隔上的弱點在 射速並不是這麼的快速 可是還是要稍微拉打一下 才會到達自己的最高TPS傷害 現在後方的帝王駱駝也開始 瘋狂輸出火箱兵 這個火箱兵再次拉走 現在HERA已經有點潰不成軍了 這黃金量有點誇張 55個人在挖黃金 這樣地圖的黃金是真的多 但最麻煩的地方是 他的黃金是四處臨散的 你有可能挖一下石頭 一下就挖一下黃金 所以現在黃金是有點不太好獲得了 再過一段時間 HERA可能就要開始斷金了 YO這邊可能也是同樣的問題 巴安提神奇兵黃金也是非常吃的 但還好下面這塊黃金還蠻多的 這裡還有一塊 要是這兩塊拿下來的話 YO經濟會非常好 中間這塊也是 上方又有一個這一組 巴安提神奇兵在上方想要去繞下 上方有沒有被控下來 但還沒有 上方這個位置其實沒有人控住的 這次YO還是有上方的黃金主動權跟下方的 這兩邊都是YO的勢力範圍 OK 現在那個哨蛋都已經控好了 你一趕過來挖我就看得到 實際上方沒有 那就是在下方 YO這邊的直覺相當準確 確實上面有幾個 人在挖黃金 但是 欸 雖然直覺對了 但是方向出錯了 直接往他TZ走 這邊是沒有辦法 即死為好了 只能先收村 這邊先派了一些大洛馬 探查一下敵琪 YO這邊也轉出生旅科技 好 這些大洛馬 開始招呼 開始村民 村民招式機 再次架了起來 火槍兵 開始過來要來應戰 魚擊火槍 開始亂彰 哇 射程真的是遠啊 好 戰毛兵往前走個幾下 哈羅馬上前 把戰毛兵 把戰毛兵抓掉 OK 沒有戰毛了 但火槍就只要注意 班射擊兵衝衝 這一波 招翔戰 招得很漂亮 但是 Hera這波招翔 可能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因為自己沒有前排的關係 生女直接死成一片 結果後方的巴鈴刺前面 也是被招爛 但最後 面對沒有地有� Vale加持關係 這一波感覺Y O還是有點優勢 後面最IE多刺一碟是成功拿下城堡 地有鱿逼過來 後方火槍到後方繼續輸出 這一波Y O還是得撤退一下 OK 現在這個情況 Y O現在1 這面有3棟城堡 結果要拿下城堡的一半 這個地圖的一半的資源點了 好 誰說在這邊招響火槍兵想要直接 火槍兵 中裝 哇 完蛋了完蛋了 哇 巴黎聖血兵直接無視火槍 無衝後排 西文路頭高打低 還是有點刻不成軍 巴黎聖血兵實在是太無雙了 好強好強 看來好像不用轉後排是不是 直接正面突破 兩台巨頭也順利拿下 剩下18隻的巴黎聖血兵沒有繼續追擊 覺得自己可能有點劣勢了 但這一坨很關鍵 大量的巴黎聖血兵 開始在上面挖礦村民 哇 這一坨好賺好賺 這一下有點傷 但下方這裡突然又挖了起來 還不錯 能夠挖完的話 對於自己的經濟很補 好 歪歐這邊嘗試把巨頭架起來 有看到村民以為他是要蓋薄 但赫瑞是只要蓋 但是最後地擊敲不下去 都沒有蓋起來 後方印度斯坦還在繼續轉生旅 生旅繼續給壓力 後方的大洛馬 跟帝王落魄還有火槍 武力擋住巴黎聖血兵的無雙壓制 但這一波無雙 似乎還是有點有優勢啊 好 火槍這一坨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了 來到47隻擊殺 騰寶還是下了起來 後方印度斯坦也是 好 騰寶蓋好 巴黎聖血兵 又要有點危險了 現在巴黎聖血兵 他有害怕電視散開 但是騰寶開得很快 已經著火了 出下一半的血量 後方的巴黎聖血兵 還是擋住了這一波 這根城堡 有機會拿下來 這時候拉了一堆大洛馬 扛出後面 挨除巨型托斯基 但是後方巴黎聖血兵的預備隊 已經準備好 這波預備隊 已經走住了這一波的攻城氣線 後方城堡 最後還是被娃娃給拿下 娃娃這波打得十分漂亮 這面的部隊讓他無限衝鋒 後面用巨型托斯基攻城 還保留一些預備隊 在這邊極減 防守一下攻城部隊 各種方面的細節 都是打好打滿了 那Hera這一波 是有點小虧的 這樣看起來資源量 YO還是領先的 Hera還是最弱勢 分數也是比較少一些的 現在就是用 班底聖血兵 還是可以獲得優勢嗎 現在連戰毛兵都不按了 這是一件好事嗎 不知道 YO這邊是黃金量 是比較豐富 Hera這邊只想三個挖黃金了 我們剛剛講的問題已經浮現出來了 黃金的礦置權 也是在於 YO這邊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YO下方好像沒有意識到 這裡還有更多的黃金礦可以挖 要是Hera這邊可以拿下這塊區域的話 會非常賺 好上方的黃金點也是被弄到 現在比較開採 Hera要塞回農一些 寸數只剩下87吋 還是有點少 寸數有點少 OK 正面再來一波 城堡 守得住嗎 三台城堡 兩個巨頭還在開採 第三台也來了 好下方的巨型吐司機 這個怎麼打到村民了 OK 現在這個局面 Hera有點劣勢 上方的大洛瑪 撞到了一下 城堡爆了 城堡爆了 洛瑪上前 想要來阻止 招搶的僧侶 僧侶 對第一時間還是被砍死了一些 但是大洛瑪直接倒地 後方的攻擊力太高 這又一次移鋪擊發 Hera這邊的黃金已經不夠用了 只能產出火槍兵 但是這時候已經打錯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是用了215隻的 敗難請聖騎兵 直接橫掃全場 Hera最後是被敗難請聖騎兵的後勤 加上金睿 直接重重包圍 假殺掉了所有的部隊 那Hera這邊已經打得算是很精彩了 因為如果她不出帝王駱駝的話 正面是會不成軍 就算出重裝長槍兵 也是很難擋得住 敗難請聖騎兵的 因為她只要兩刀或三刀 就會堪死一隻重裝長槍兵 基本上前排的防守 只能靠洛馬或是帝王駱駝 或是槍兵作業的防守 對於班聖騎兵也算是天客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了 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每個都以甚至還有5勝物 難怪要在這個時間點先按下投降 就越打越會越劣勢了 畢竟這個城堡沒有建起來 這塊黃金也沒有辦法繼續開採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多多個訂閱 請多多個訂閱 來啊 我們下次見 可以按個兩分 嗎 請問我們